6月8日,清华日军南京大毒杀预览同胞纪念馆通报 南京大毒杀幸存者于昌祥于6月7日去世,享年95岁 目前,南京清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再测赛事的幸存者仅剩55位 于昌祥出生于1927年 1937年12月,南京大毒杀残案发生时,他还是个10岁的孩子 于昌祥生前曾说,日本兵在城里烧杀强掠,奸淫妇女 父亲在那期间也不幸被杀害,之后连尸首都没找到 我自己的父亲就给日本人杀害了 杀的尸体都没办法守,没地方守,没人守,找不住 日本人那时候来这款烧杀强奴,样样的干 到那家里翻东西,护士东西拿走 拿不动的就叫你带他送离去,就无父亲就给他拖离去,就带他调动去 就送离去以后,他就带他走了,出来以后就倒过疼死了 为了活命,于昌祥和祖母不得不躲进一个下水道中 于昌祥还曾目睹了日本兵虐杀中国人的场景 这段往事被他自立式尘封数十年 自那之后,于昌祥渐渐地从沉默中走出 近乎以自接创伤的方式,勇敢地一次次对外讲述亲身经历 为逆史真相奔走,为和平代言 他曾应邀以巴逊的高宁赴日本福岗长崎等地做证言 向日本民众口述1937年,清华日军在南京屠城时 其所见所闻 2022年是南京大洞杀财案发生85周年 今年以来,已有六位幸存者离世 分别为住在墙老人,蒲叶良老人,王肃明老人,王横老人,乌吉英老人 于昌祥老人,根据于昌祥生前医院 其身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他的生命正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